我叫齐富 有一个自己的画馆叫介山画馆 介山画馆这个名字其实不是我取的 名字最先是我的曾祖父齐白石老人的书斋号 他给自己的书斋先取名叫介山影馆 所以我们也是想借用这个名字 用它来表达我们想传承旗派艺术 传承传统艺术 齐白石老先生创立了这个旗派艺术 有很多的人一直在追随 学习传承他的这种画法 包括我们的家人也是 也在传承变化他 看过白石老人自传的都会知道 他一生最反对没守成规 最反对什么都学得像他的 教育大家的是 希望能够在这个艺术上 大家要用心的去感受艺术 要真诚的去感受自然 喜派发展到现在呢 其实已经不能用这个一门一派来说它 它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且这种表现形式到现在也是多种多样的 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这种情怀 一种笔墨的情怀 一种人与自然的情怀 我在家里呢 所见到的更多的呢 可能是棋派的大写意 我一直从心里想寻求一种 在艺术上虽然表达方式不同 但是在艺术本身里面的一种内涵上的一致 我就喜欢在画完大写意的虾蟹之后呢 在上面加上一些工笔的花草 比如说鱼上面加上芙蓉 我可能会用一些工笔的技法 所以可能跟那个奇派史老人表现的那种方式不一样 它可能更多一些女性的柔美 希望它能够有一种写意化的豪放 跟一种工笔化的柔美可以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到我们家传承这个 白色老人的艺术这个共通点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我一直在求意 就是变意 我是觉得就是这几代以来 我也是一直在力求 希望能用国画的精髓 然后能再创出一些变化出来 不管是材质上 技法上 还是表现形式上 我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变化发生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发生 可,发生 的大量 火热 里面 我都希望 有此一段 能够的 感谢观看